多使用语气词来表达情感的台湾腔 可谓自带焦点属性 杂招时说可以直接把糖分夹满 生气时说又会多加几分可爱 简单易学的特点 更让其被网友称为万能语言 那么当明星遇上台湾腔 又会擦出什么样的火花呢 这里是瞎谈鱼子酱 今天我们就一起来欣赏一下 那些明星模仿台湾腔的名场面吧 此前有网友总结了一套台媒腔精华教程 并且保证薄焦薄焦 首先讲话时需要有一些停顿之处 再把一些第一声的音读成第二声 讲到惊讶的地方 需要加强语气提高音量 掌握这些要素之后就能有耐味了 熟视女王赵丽颖曾在一部电视剧里 用台湾腔念台词 有着一张软蒙脸蛋的她 啃着胡萝卜登场 一副天真烂漫的样子 面对陌生男子的表白 赵丽颖开口就是一句 明亮的大眼睛眨巴眨巴 网友纷纷表示 这口音还挺纯正的 心里陌生男子还是继续套近乎 这让赵丽颖逐渐不耐烦起来 于是她生气的大吼 随后更是暴风输出 暴躁的样子让人看了忍不住想笑 怎么会有连生气都这么可爱的人了 另一位收视女王陈乔恩 也有着一口浓重的台湾腔 于是在某档综艺节目里 被谢娜生动模仿了一番 谢娜边说着陈乔恩说过的话 哎哟 我好喜欢我姻父这个角色 连做起了她的标注性动作 还挨个和大家互动 相似程度甚至连本尊陈乔恩都拍手认可 现场嘉宾更是通通笑得合不拢嘴 其实陈乔恩还曾因为被汪涵模仿口音而吐槽 太厉害了吧 真的 很烦耶你 谢娜当然也没有放过这个模仿机会 各种花式蜜语完美在线了陈乔恩的打精气质 大家惊叹于谢娜模仿功力的同时 仿佛也像发现了新大陆一样 成功被这两人的可爱劲感染 随后谢娜说着说着又开始学起了 陈乔恩打拳击的动作 模仿还不忘搞笑 不愧是开心担当太阳女神 灵魂兄妹沈腾和贾玲的互对次次高能 当他们即兴演一起一段对手戏 本就自带笑点的两人 开口就是一股浓浓的台湾腔 明明应该是生气的情节 观众看着他们却像是互相撒娇卖萌 这天生的开心国体制 也是非常让人羡慕了 当然 沈腾和贾玲也没忘记自己的本职工作 直接把这段吵架戏演成了喜剧片段 中途两人还忘了台词 疯狂给对方甩眼色 引得台下嘉宾一片爆笑 成功对接信号后 沈腾又开始演起了偶像巨师推人 不过这真的不是小学生打闹行为吗 王一博在外常以高愣哭该的形象出现 但私下里其实是个不折不扣的卖萌高手 他曾多次在直播时模仿台湾腔 软绵绵的无骨表情搭配剧墨语气词 简直甜度爆表 自然流落的口音也让网友纷纷猜测 是不是平时又在偷偷练习 当然在节目上也能看见火速结梗的王一博 还有偶尔放飞自我的 戴萌王一博 一众网友表示 这杀伤力太强了 王一博不愧是你 是问谁能抵挡住这么甜的撒娇呢 在湖南卫视某综艺节目中 东北汉子王燕霖 为超人气偶像剧 《游星花园》里的道明寺配音 从王燕霖的大嗓门里 听到嗲嗲的台湾腔 网友都表示 直接给我送走了啦 随后戏精上身的王燕霖 开始展示暴风演技 虽然口音满分 但还是掩盖不了他操汉的气质 说出全靠后的演戏方式 更是直接让其他嘉宾 放弃了表情管理 全体笑到趴下 随后戏中场景转换 王燕霖的情绪也跟着转换 从小声吐槽到大声顶嘴 这样子仿佛看到了一颗 喜剧界冉冉生气的新星 这一出咆哮式台湾话配音 也被现场的吴英杰评价 好没有气质 有种流氓的感觉 少女心满满的鬼鬼 甚至表示 她把我心中 那个道明寺的幻想 全部破灭了 在嘉宾环节里 王燕霖虽然极力 模仿台湾腔的娇打气质 道歉有用的话 要警察干嘛 却还是遭到了 韦家的疯狂嫌弃 我进去就抓你 我逮捕你 同样戏精上身的 还有迪丽热巴 在某档采访的问答环节里 迪丽热巴就在田径和欢托之间 反复横跳 时而对粉丝花式表白 时而对粉丝真诚致谢 面对粉丝们对自己 自拍之偶的吐槽时 她则用台湾腔表达起了不解 她还现场透露了 自己的自拍妙招 各种嘟嘴笔叶 眯眼睛 都堪称教科书式拍照姿势 更有超甜蜜情话 作为福利彩蛋 简直是妥妥的 充分小能手 除此之外 迪丽热巴也时常在 拍戏片场上演语言小课堂 一会儿说上海话 唯妙唯肖地展现 上海阿姨的样子 什么意思啊 把话讲出来啊 不要在内心里面混的 一会儿又惊现韩语 和其他人跨国交流 简直不要太可爱 在一档夫妻综艺节目里 钢琴王子朗朗 教老婆吉娜学台湾腔 她先亲身示范了一遍 厚厚的鼻音 含糊的咬字 外加细软的语调 让弹钢琴时 认真严肃的朗朗 也在此刻变身为斗趣火宝 见一旁的吉娜学得不亦乐乎 她更加来了兴致 讲了一连串词汇 吉娜也开心地表示 烤肉 烤肉 好温柔 两人有爱的互动 也让画面变得更加温馨 不过很快 朗朗就回到了东北汉子形象 一口浓重的东北吊吊 让她不禁担忧 一旁的吉娜倒是十分明朗 确实不论是哪种口音 都有自己的魅力 范澄澄也是道明寺的狂热粉丝 在节目中看到小推车里的潮流单品时 直接脑洞大开 挑了一件看起来 颇有爆发护气质的毛绒大衣 模仿起道明寺的穿着打扮 过了把戏音 还说起了台湾腔的单口相声 看到范澄澄耍宝的样子 连一旁的欧阳娜娜都忍不住 举起小拳头 激鼓鼓地说道 除了范澄澄 其他大厂男孩也是调皮得很 这波大家集体模仿起了 蜷力浓的台湾腔 蔡徐坤的一句话 直接学到了精髓 范澄澄的不可能辣 搭配上害羞的眼神动作 连网友都直呼太像了 不可能啦 黄明浩的模仿虽然比较简短 但一个啊就已经灵性十足 啊 表面就这么 接下来是一位 不愿意透露姓名的李先生 他表示 比较偏向人就是 没有意义的大脚 很高分被丢 啊 看来制霸林彦俊也免不了 被陈力浓的高分被包围呢 最后是王子义 十分淡定的无嘴说 哇哦 不禁让人想起了 浓浓呆萌的模样 接下来登场的是 自带猛媚气质的赵鲁斯 在电视剧《我喜欢你》中 赵鲁斯在模仿 孤里的台湾腔撒娇 还特地精心打扮了一番 哄得对面的铃声行动不已 仿佛掉入了甜蜜陷阱 台湾腔和东北腔的无缝衔接 也让观众们大呼可爱 还让实际上没有那么贵啦 但珍贵的是 一个妙龄少女的 我膝盖都卡兔鲁皮了 手也受伤了 为什么还要这样呢 这超奇怪 而在另一次采访中 赵鲁斯还分享了自己的台湾腔学习心得 他表示温柔是首要条件 话音未落 突击的撒娇 让网友表示 心跳快要爆表 继续传授教学经验的他 也似乎有被自己的语言天赋吓到 也难怪网友说他是潜力十足的演员 张口就是偶像剧女主附身 此前 无类携手张子峰 共同出演了一部青春电影 在接受采访时 他谈到 预告片里的一句台词 其实是即兴录制的语音 接着 他模仿导演的台湾腔 开始还原起当时的搞笑情境 他还刻意压低嗓音 把导演的语气也给学了个准 其实面对导演临时下达的旁白任务 吴雷坦言自己当时也是满脑袋问号 但即便是出声如此随意的一段语音 也还是击中了无数观众的心 毕竟谁能不爱温柔又浪漫的三十弟弟呢 另一位模仿达人杨幂 说起台湾腔来也是甜度满分 在某档节目中 他娇羞地模仿起了国碧亭讲话 一旁的谢依林则化身国彩节 两人的趣味对话 瞬间把网友们拉回那个小时代 四位时代姐妹花仿佛就在眼前齐聚 随后两人又用软弱的台湾腔 做起了自我介绍 其实从播出的节目花絮就可以看出 这一对姐妹花都超有梗的 面对主持人的采访 这两人也时不时就满嘴跑火车 甚至还互相爆料挖坑 可以说是非常真实的友谊了 张艺兴在录制《这就是街舞》时 想起了自己曾看到过的斗舞视频 王一博表示自己也知道 那个你们不要再打了的名场面 张艺兴还用台湾腔现场还原了这句台词 你们不要再打了 网友表示 嗯 有小绵羊的味道了 一旁的钟翰良却仿佛和大家不在同个频道 当听到偶像剧里有斗舞情节时 直接瞳孔地震 热心的5G中浪少年张艺兴 立刻拿出手机给钟翰良展示原片 好奇的王家儿也凑了过来 还一本正经的问道 这是在打武术还是在跳舞 爆笑的故事发展也让原本觉得 剧情荒诞的钟翰良看得津津有味 实实在在体验了一把真香 看完视频后 张艺兴还饶有余性的继续模仿 调皮的样子也是难得一见 如此看来 许多明星都掌握了台湾腔的精髓 而且还能把自己的个人风格融合进去 虾米江们 你们觉得哪位明星演绎的最有味道呢 在评论区留言你的想法 关注点赞我 这样子为你带来更多有趣盘点 我们下期再见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